我的悲傷 我的惆悵 我的奔忙 怎麼解放 我的冰霜 我的武裝 我的說法 怎麼體諒 MV中帶著一點奇幻的風格 肖敬騰穿著復古短褲和白球鞋 穿梭在各行各業人後 搭配鵝黃的濾鏡色調 融合出有趣的效果 不過肖敬騰除了發新專輯 向來有省化一哥稱號了他 23號將獨挑大樑 主持29屆金曲獎 年年都超時 所以今年就讓他大超時 當然也不是說 就是超時已經變成一個環節了 你確定你跨多到可以超時 對 有厲害啊 沒有人 不厲害 被問到金曲獎 就緊張得語無倫次 首度跨領域嘗試主持 還是在金曲獎的典禮上 肖敬騰言非常有壓力 對我來講 它就是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然後很特別的任務 然後是一次性的任務 機會還會再接嗎 當然不接啊 但你不接 確定 不接 我不接 肖敬騰表示還是喜歡專注 在音樂上不喜歡雜事太多 但既然已經接下了主持棒 肖敬騰也特別向前輩 陶金穎和曾國成 請要主持的方法 還稱自己這一次根本是找死 不只曾拿下最佳男歌手獎 也多次在金曲獎上擔任表演嘉賓 肖敬騰的表現 總是讓台下觀眾拍手叫好 不過這一次角色不同 大家也好奇 平常話不多的肖敬騰 要怎麼樣一個人hold住全場 接下來朋友的 學長幫台北報導 好